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在南京城地建立了大明王朝 建立大明王朝之后 朱元璋借城外的紫荆山风景秀丽 独树一支就下旨在此借地灵 之后明朝的文武大臣风风效仿 在南京周围的穷山中修建灵墓 所以直到今天南京都是全国地下古墓最多的地区之一 日朝的生产生活中 经常能够挖出各式各样的名仇古墓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 在嘉宁区的家中山下 几位大地的村民在取土时意外挖出了一座古代的墓葬 考古队得知消息后 立刻改造现场 对古墓进行了保护性的挖掘 在墓中考古队也清理出大量的陪葬品 包括这个金银器、瓷器、铜器等 从这些文物的珍惜程度 专家推断墓祖人申请应该是具有很高地位和身份 根据墓葬的形制和出土的文物的特征 专家确定这是一座明朝时期的墓葬 通过查阅这个史料 专家发现 嘉宁区在历史上是明朝开国攻城墓英的家族墓地所在 明史就记载墓英是朱岳章的一个养子 当年率领大修平定游南之后 被分为乾陵宫 一直镇守这个空名 公元1392年 太子朱彪因病而死 远在游南这个墓英 听说后悲痛而死 朱岳章的猎其中心 下旨追封其为乾陵宫 并将尸体用回这个南京 加军山挨葬 子松后代 世袭乾陵宫 根据上述史料 专家推断 这座大墓很可能就是墓英的后代 某一位乾陵宫的陵墓 不过由于这座墓葬历史上曾经多次被盗 考古队员并没有在墓中发现 能够证明墓主人身后的银墓 墓之碑 墓之名或者是其他的文物 就在考古队一丑莫者的时候 一位周围的聪明 找到了考古队 神称他知道这座林墓的主人是谁 原来这位聪明 世代住在这个加军山脚下 祖上就是为这个乾陵王 墓英守灵人的后代 前些年他在山上熊市的时候 意外发现了一座被盗的古墓 在古墓的擦泄的废墟中 解到了一块金牌 上面有五个大字是 乾陵王遗迹 这说明这座墓的主人 就是乾陵王的后代 没错 在考古队的一再确说下 这位聪明将首宗保存的这个金牌 上交到了文部门 经过专家的界定 这确实是一块明朝时期的金牌 上面除了乾陵王遗迹五个字外 还被人为的刻上了几滑小字 其中背面的字 更是像长辈在告诉后世子孙的话 就是说的是 凡王子孙 勿有镜中报国 世上必谨慎小行 出铜柳切合为本特遇 圣之戒之 根据对金牌和上面的文字的研究 专家揭开了墓祖人的身份之谜 原来这座墓祖人的应该是 明代的这个乾陵王 牧英的第十一世宗 牧启元 在这个明史 明史纪元事本末中记载 牧启元继承乾陵宫之后 花音舞蹈 每天流连于这个角色之间 不停在大地 胡作非为 最后圣之小 起兵造反 也看牧师一族 两百多年的传承 就毁于他手上了 这个牧启元的母亲 为了大意 就在一天晚上 用毒酒 堵死了自己的亲生儿子 并将此事上报了朝廷 从政华帝 到这个 从政华帝知道这个事后 表扎了这位母亲的声明大意 并下旨 册封牧启元 十岁的儿子 牧贴波 继承了切古宫这个爵位 牧启元死后 母亲为了 告喜这个后代子孙 特意派人 在这块金牌上 刻了文字 这就是这些文字的来源 作为水造品 一起买进了儿子的墓中 因为这块金牌背后的故事 以及它精美的公益 被界定为 国家业情文物 一直保存在 南安京博物馆中 现在成为一家镇馆之宝 好了 本期的节日期 到这就结束了 如果大家喜欢 记得评论 转发 点赞